先来评价一下这场比赛 我觉得这场比赛 双方发挥都还可以吧 比赛虽然是 比分是4比0 但是我觉得过程也是 比较艰苦 每一局也都咬得比较紧 其实最后一局的时候 比分还是很接近 包括对方也有一些幸运球 这时候在场上是怎么调整自己的心态的 我觉得首先 自己大比分领先 我觉得在这局的压力可能没有对手大 可能对手输 就完这一局就结束这场比赛 我觉得这一点上 自己心态还是没有着急吧 想着如果这一局就算输了 下一局还可以再打这种心态 比较好 因为之后还有一轮男男比赛 那么对于下场比赛 现在是怎么准备呢 这个目前还没有想太多吧 因为晚上还有一场双打 全会比赛就是淘汰赛非常激烈 我觉得大家都非常重视 也非常要 每一个对手可能 大家的心态都是一样的 都是非常想赢一下比赛吧 我觉得还是去全力以赴准备吧 因为你这次其实也是身兼多项嘛 这样的赛场安排对你来说 自己的精力如何分配呢 我觉得对于我来说 没有什么精力分不分配吧 我觉得每一项自己都希望能够做到最好 也希望每一项都希望能够赢吧 我觉得 下周加油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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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